火爆2020暑期档的奇幻仙侠剧《琉璃》 带会了多位剧中演员 其中副公主扮演者朱子霄 也被誉为迎来了个人事业的第二春 先是和朱胜一主演了 腾讯视频独播神话电影《龙无目》 并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 又和琉璃的另一大主演张雨昕 合作了另一部神话电影《人与富》 本片将于10月初在腾讯视频《全网》 独播剧情同样非常精彩 讲述了朱子霄扮演的柳孟白 因十年前柳时安与于妖白玉 在决战中双双身亡而耿耿于怀 于是跑到寻江调查 偶遇了张雨昕扮演的白丘链 一人一妖初见亲心 再见定情 谁知白丘链藏有白衣族 能活死人肉白骨的质宝于富林 让两人引祸上身 因果实乌环早年被敌人所伤 于富林正是疗伤戾气 于是他不断指挥手下 给白柳二人制造麻烦 最终还掺穿两人互为杀青之仇的后代身份 干长孙干的两人在寻江桥头 护刺一剑 又三机掌发誓 此生永不相见 落单的白丘链因此落入了乌环的魔掌 柳梦白又哪肯见死不救 从预告来看 本片是场景服装道具都相当精美 有眼睛的影迷还发现 女中有件服装似乎是出自龙无目 但换了眼缘来穿 感觉确实别种风味 总之 片中这对饱受摧残的神仙眷侣 最终能否识破反派阴谋 并能摒激前嫌 一切就待影片上线后 为我们揭晓吧